所以夫妻两个吵架要懂得相敬如宾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对夫妻吵架 结果谁都不理谁 谁都不想先跟谁说话 结果还是先生非常有智慧 有意的在一个礼拜不理不睬之后 拼命的翻自己太太的橱柜 这个太太终于憋不住了 你翻什么呢 你翻什么东西啊 她说我在找东西 找什么呢 我在找你的声音 我找到了 一个好师父 当他整天叮嘱你的时候 让你守戒指出你的毛病的时候 希望你们弟子要学会珍惜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往往忽视了自己已经有的东西 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就是我的 对于自己没有的 又会抱怨命运的不公正 仿佛这个世界欠我们太多 整天沉浸在抱怨的人生当中 知足吧 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苦呢 想一想我们今天还能穿袜子 穿鞋子的时候 这个世界有十五万人是没有脚的 想一想你今天还能看得见的时候 有多少人是没有看不见任何东西 是盲人的 所以想一想 我们今天还觉得抱怨 我们还没有得到全部的时候 你应该到医院去看一看 那些活不过明天的人 我们今天还能看得到